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道汤可谓是营养大菜 汇集了南瓜 菌菇 燕麦等营养丰富的食材 同时热量特别低 是减肥受生人群的最佳选择 一切健康美味 听在本期的健康新时代 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走进健康新时代 快乐生活吃出来 这里是每天来给您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作为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大厨烹小菜 说起王大厨呢 大家都知道 那在我们节目中请多次露面好 而且给我们带来很多美食 那今天的依旧是老规矩 请王大厨给您做两样家常的小菜 欢迎王大厨 同时欢迎我们的营养健康老师 顾平顾老师 欢迎你两位老朋友再次做过节目 今天做的这两道菜呢 一道是汤菜 一道是炒菜 是吧 这两道菜我觉得好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吃过 但是一般呢 味道啊 就照酒店里面吃的差好多 那王大厨是在酒店里面操大勺的 那由他来做的菜肯定也是正宗的 专业的酒店里面的味道 那马上有请王大厨教您做第一道汤水菜 叫什么名字 叫酸辣军菇汤 酸辣军菇汤 现在要教您 酸辣军菇汤可谓是一款营养大菜 简单的一道汤中就汇集了南瓜 白玉菇 还有燕麦这些营养健康食材 那么熬猪用的燕麦如何做汤 用南瓜做的酸辣汤又该如何调味 答案马上揭晓 酸辣军菇汤我们注意到 除了军菇之外还有南瓜和燕麦是吧 对 可是这个南瓜和燕麦啊 我们看到这是小南瓜 小南瓜小一号的 这是最小的南瓜 而用的军菇呢是蟹味菇 白玉菇 蟹味菇这种吧 也可以用蟹味菇 也可以用蟹味菇 就那种黄色的 包括这个用其他的蘑菇 都可以 都可以 能闻到蟹子味的蘑菇 很棒的 那这边是燕麦 这个是啊 没有泡好的咖喱燕麦 对 但是为了出来那个好的口感 我们这边是要泡的 对 这样燕麦啊 咱们提前就把它用水先泡上半小时 泡完半小时以后啊 再把它蒸20分钟 20分钟 蒸熟 那好 现在就把这个燕麦放进去 燕麦是一种粗粮用来做汤 说心里话 我觉得挺怎么讲 挺奇怪的 因为这究竟是粥还是汤呢 对 可是好在您用的量少 是吧 这个小金瓜啊 咱也把它先切开 切开它容易蒸熟 好 你也是把这个南瓜需要再蒸一蒸 这个小南瓜 蒸一蒸之后 我觉得一面嘟嘟的 肯定在汤里面会出来一些南瓜融 好了 这对饭你去蒸吗 对 一块用来蒸熟了一会儿蒸汤 好 OK 换进去了 这就 蒸多少时间 蒸半小时 我有个担心 我也打出 南瓜和燕麦同时蒸 能同时成熟吗 能 刚好它两个的火候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 那好 那么这个时间就在那边蒸了半个小时 不过我们这边的王大厨要教大家做第二道菜 这第二道菜是辣炒鸡心 辣炒鸡心可谓是再加长不过的家常菜了 但是您是不是总觉得不够味儿 那是因为缺少了一个关键调料 大厨用的到底是什么秘密武器呢 鸡心又如何能炒得鲜嫩无比 王大厨马上为您揭晓 这道菜是下韭菜 是 没错 而且是个下饭菜 也比较下饭 你知道这个大鸡心 你配着这个米饭 一定要有点酱汁 对 浓浓的 咬一点汤在那个米饭上一口下去 是 相结了 而且一定要有点大葱 我感觉 好像门炒比较好吃一点 您吃的更生猛 对 要大葱的 可是我今天看了 主要是大蒜和杭椒 对 没有大葱 这里边的鸡心 这是辣炒鸡心 它就不放大葱了 这儿鸡心咱先处理一下 到市场买鸡心的时候 也要注意抽血 对 我觉得这条件很关键 有的时候那个鸡心回来之后 你怎么处理都去除不了那个血腥 太腥了 很腥的 这儿鸡心买回来以后 现在用水浸泡上半小时 把里边的血水给冲洗掉 然后再把这个油脂给去掉 它后边附着那些 很多的鸡油都要去掉 它因为吃起来就比较腻 而且那个鸡油 吃了对人体也没什么好处 的确 也算是好一种动物性的脂肪 对 脂肪比较厚 大叔您告诉我们 这个挑鸡心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小招 比如说颜色什么的 能不能看得出来 这个我这是用水洗过了以后 它感觉特别的饱满了 实际上鸡心 它如果是到市场买是这样的话 这就说明是用水泡过了 用水泡过了 我感觉这么硬 不要买泡过的 不要买太硬的 感觉起来是很饱满的这种 实际上鸡心它是比较软 柔软一些 柔软塌塌塌的 这个就很硬了 这就是鸡心有水泡完瘴起了 对对对 它吃水了 这样就是要压秤了 这样鸡心把这个油脂去掉了以后 把它改改刀 改刀的时候呢 是在这个鸡心的这个尖上 鸡这个尖上呢 把它这样划上两刀 两刀 出了一个小 一个花心是不是 这个花心 对 是像个花瓣一样的 低香花心 人家就采放了 真是花心啊 花心是不是 你看 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 咱炒出来以后啊 它容易入味 容易成熟 就是中间的味道 能入进去味 对 特容易成熟 对 而炒出来呢 它会这样张开 还比较漂亮 对 会比较漂亮 是很好 好看 这样切一下 这样一刀 就是十字花刀 十字花刀 但是要连在一起 最好是切到一半 在新尖上 在新尖上 让你的心花怒放 对 对 这边其实大可在处理心的时候 我在想 中医讲究以心补心 吃心是不是就是 因为小 比较补心啊 是长心眼也好 还是说对心脏还好 对 有没有这样那些作用 当然有作用 其实所有的心脏 包括牛心啊 猪心 肌心 它都是能够养心脏的 那么中医讲究这个养心吧 跟咱们现在讲的这个心脏 还是两码事 中医讲那个心呢 它是组神志的 实际上就是 要淡定 对 要淡定 你像我们老百姓说 这个小孩是不是心眼挺好的 实际上是说他呢 善良 善良 其实这个心呢 就中医讲呢 这个 咱们吃心脏 能够让我们镇静 安神 其实呢 我们现在呢 也可以用它来补充心脏 需要的一些营养素 比如说 铁 它含铁就很高 所以用心脏来补呢 也是比较不错的 不过呢 咱们今天选的是肌型 肌型 像肌型呢 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呢 相对要高一些 肌型要比猪心什么的要高吗 要高 可是我觉得啊 你看一个肌型这么小 嗯 你说它脂肪含量高 那个猪心这么大 你说它脂肪含量少 反倒少 我觉得很奇怪 冤枉 实际上呢 就是这几种心 牛心呢 是脂肪最少 最少的 因为牛心 你看它周围的肌膜呀 非常少 那么你像猪心呢 它也很干净 它这个旁边这个脂肪呢 也是比较少 唯独肌型 你看它会长了一圈 所以它的脂肪含量呢 是百分之十一 那么你像咱们的猪心呢 也就是百分之十左右 你像牛心只有百分之四 牛心就非常非常少 嗯 那您说的主要是 它蘸的这个脂肪 对脂肪总共 总共的含量 就是总共的含量 所有这一个心脏整个的含量来讲 所以其实要比起来呢 脂肪呢 因为是咱们需要吃的少一点 少一点 蛋白质它们含量是 对 蛋白质含量都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那么但是呢 本身它这个呢 它的这个现在 目前我们用它来补血 嗯 那么另外它的口感比较软嫩 好消化 所以呢 还有能够见脾胃的作用 摇起来也是滩滩的 对对对 有QQ的感觉 对对 没错 很好吃 这边大厨把这个小辣椒呢 都去了根地 对对 这样的话把它辣椒啊 也是以改刀 嗯 这样切这个斜的马蹄刀 好 马蹄刀 嗯 马蹄刀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切完之后像马蹄一样 斜的 斜的 嗯 斜的 我觉得这个刀法真是一个 一门许问 十字花刀 一字花刀 你想咱们做菜好像不是那么好看 不管什么菜都是一字刀 都一样的 对 没错没错 老板就家里面就不再讲 我们我们弄鸡心 好像大葱就拽把拽把放进去了 然后辣椒可能弄好 搬好几瓣 行了 哎 其实我觉得这种当法 肯定做出来更好看 爱生活嘛 你应该是学习大厨这些烹饪的经验 对 好 这边一样样都给它切好 对 嗯 大蒜呢 这个就是一切两半 好 哦 要用那种大蒜 我倒觉得这道菜 还真是这个 辣炒鸡心 嗯 你看 第一有这个这么多辣椒 小小小炒鸡 酸辣 是吧 所以说这道菜肯定是很有味的那种感觉 那现在呢 所有的配料都准备好了 不过第一个步骤 保重的好吃 得让这个鸡心呢 现在放在锅中焯个水 来 打炒 赶快 其实一焯水有着担心呢 因为这个鸡心想好吃 必须得鲜嫩不老 是吧 那一焯完水之后 会不会 不小心就变老了 不会 咱这这个水开了以后 鸡心快速地把它放里边 这样搅拌 搅拌 搅拌几下呢 主要为了就是 废弃它的血水 嗯 然后做一个前期熟的一个准备工作 其实我有时候就会想 你看这个鸡心有的时候处理它 难度在哪里 第一 你要不能让它太老 太老的话不好吃 那咬在嘴中也容易咬一个香 对 你看过个水 过一下水就行了 飞一下水就行了 我感觉它那个花开了就可以了 对 小花多清理 对 这时候就开始正式的好 来炒这个辣炒鸡心了 其实我当时觉得这道菜啊 想把那个辣的滋味渗透到里面去呢 也需要来蒙火来炒它 这道菜一般也是 关键是火猴最重要 就是 菜好像很家常 但是呢 不是人人都能炒好的 就是很多竹缝炒的就是不如在外面吃的好吃 没错 那这时候就先在锅上来点油吧 我觉得这次用这么大的大蒜也是怕它滋味不足是吧 大蒜要是这样切的大的话嘛 它是为了怕它炒黏了 在一个栽培的鸡心里边啊 它跟这个猪配料相配的 相配的 对 形状比较美观 如果你把它切得太碎了 它就不美观 这个放里边这样容易出味 来 大蒜放进去 先放大蒜 然后把它扁香 大蒜它可以出香味 还可以去这个鸡心的香味 哎呦 这个大蒜 酸香味很足的 蒜香味都已经出来了 它一定要先这个扁大蒜 先扁大蒜 大蒜扁的外表 看你刚才都挑出来了 对 外表微黄的时候呢 咱再放这个杏辣椒 辣椒 先炒两下以后啊 把鸡心瞬间再放上 好 鸡心放进去 现在炒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的大火 大火 嗯 其实这时候大火炒呢 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个辣的味道 能够迅速的激发 让我们的鸡心里面 都吸收到这个辣辣的辣椒酥的味道 我倒觉得这道菜蒙过炒完之后 如果说你爱吃辣椒的话 用点干辣椒会更加的熟味 是吧 大蒜 对 这样煎细呢 咱把它调调味 好 现在来点盐 来点盐 不用点什么酱之类的 来一点的这个 生抽和蚝油 对 生抽烹到锅边上 让它烹起香味的 好 好的 这样子来回来的 再翻炒它 注意一下猛火来激发它的味道 你看到现在这个鸡心这个花越开越大 越大了 对刚才好像微微的开花 刚才是花菇的 现在就绽放一彩了 嗯 这处放的是美其鲜的酱油 它是有碰到锅边上 哎呦 也是一角 除了加生抽之外 再加上美其鲜的酱油 能够提提味道 提它这个蝎味 对更鲜一点 嗯 说心里话 我觉得好 在家里面闻到这个味道 就觉得 这是开饭的味道 这是有炒菜的味道 开饭的味道 开饭了 嗯 在家里面我觉得 而且米饭赶紧端上 赶紧赶紧 真适合吃米饭的 嗯 然后快要出锅的时候呢 我们来放点石坦香 石坦香 一点就行了 石坦香 对 体现它这个复合的香味 嗯 好 好嘞 你看为什么要放那么多调料 主要目的就是 鸡心它有蟹腥气 对 所以说那个血清气呢 需要用这些调料来掩盖 用这种掩盖 像我们都喜欢做那个 孜然极心 孜然极心自然味 对 孜然极心自然味 来掩盖这些味道 我们今天要放一点石坦香 可大厨你要炒到什么程度 要炒到微子发干嘛 对 这样的话这个扁熟 一定要把这个芯扁熟 因为咱们焯水的时候 就是表皮熟了 表皮里面让它熟透了 对 现在是熟透了 真不错 好嘞 通体现在这个机械表面的 背一层小的油泡泡呢 所包围着 当然我能相信 这个辣味已经涉及到 鸡肉的里面去了 不 应该是鸡心肉的里面去了 那这第一道菜已经上桌了 咱先尝尝 第二道菜还等着做呢 来 先尝尝这第一道菜 好 打出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会出来什么棒的味道 来 尝一尝吧 真是开花了 真是开花了 嫩嫩的 真的是鲜嫩不老 非常嫩 让我想起那种滑溜的溜干尖 特别像溜干尖那个味道 就是都是一样嫩 非常滑 非常嫩 我倒觉得这个鸡心 你看我们刚才快活的炒它的时候 它居然没把它炒老 对 又炒水了 然后又炒了 这个火候的掌握是怎么强调出来的 这个快活蒙炒 蒙炒 扁它 就咱里边是 现场操作的 什么都不加 不加 不加任何的什么添加剂 对对对 配料啊 就不需要加 这吃出来呢 是原汁原味的鸡心味 真的是原汁原味 真的好吃 这道菜 下饭有它三碗米饭 绝对不成问题 没问题 这是第一道菜 今天王大师带来的 大周庙小菜呢 依次给你做两道 接下来这道呢 是我们刚才已经准备的 前半段的 燕麦的这个汤 是吧 燕麦难怪差不多了 赶快把它们请出来 咱就做第二道 马上王大师告诉你 这第二道汤品怎么做 鲜嫩可口的辣炒鸡心 这就做好了 您学会了吗 第一步 鸡心改刀 入锅中焯水备用 第二步 锅中入油 放入大蒜爆香 再放入青红杭焦翻炒 第三步 放入鸡心 加入生抽 最后放入十三香 翻炒均匀即可 欢迎回来 这里是时时刻刻 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作 接下来进行的是 大厨烹小菜 刚才呢 我们已经将这个燕麦 包括南瓜呢 蒸熟了 其实把它蒸熟的主要目的是 做一道汤 我们还是有点疑虑 对 燕麦做的汤 那明明是粥 在这个汤 这非得要汤 而且名字很特别叫 酸辣 燕麦菌菇汤 对 酸辣燕麦菌菌菇汤 搭配是非常有营养 而且你看 燕麦呢 咱们提起来要蒸制 蒸完之后 它会涨起一些 对 这曾经是它 这是裸燕麦 起码是一倍半左右吧 发胀了 发胀了 这样蒸的时候要注意 就一定要有足够的水 水可以多 就比蒸大米那个水要多一倍 那如果我们这个小碗的话 燕麦和水的比例是怎么权衡呢 一份燕麦要放至少三分水 就这样一个比例 一比三的比例是吧 好 不错 那这边我们已经蒸的差不多 这处已经能吃了 就是这个燕麦 这就是一份燕麦粥 是吧 对 这个菌菇啊 咱这个选的是白玉菇 白玉菇 白玉菇把它拿出来以后 把它切成丁 切成丁 变于喝汤的时候使用 这道汤品是那种比较清淡 清淡挂水的汤 还是说那种浓厚的 像我们喝的洋葱汤 比较浓 浓的那种 浓汤 我个人特别爱浓汤 我觉得浓汤喝起来说 我觉得很有意思 它才有那个口感 先喝一下水 好 喝一个水 去去它本身的一些杂质 对 白玉菇 对 白玉菇是非常好的菇类 那么在日本特别受欢迎 那么它里面呢 这个氯氨酸含量很丰富 这种氨基酸呢 可以帮我们降血压 非常好 另外呢 你像白玉菇呢 现在呢 还能帮助我们 治疗一些这个 就是比如说抗癌 还能预防人的肥胖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流行吃它 它和这个谢不过水是一类的 就是肤色不一样 它是空体白白润润的 对 看起来呢 对 看起来呢 这个感觉好 感觉好像是更尊贵一些 对 那其实你看我们今天用到这个燕麦 也是最近几年很流行的那种品牙的一些粗粮 对 是吧 那你看这个燕麦它属于是一种这个小麦的原型 另外一种品种 就是另外一种品种 对 它这个燕麦呢 实际属于大麦的一种 大麦的一种 大麦的一种 我们叫做幽麦 叫做幽麦的 对 也叫裸燕麦 那么它的这个面粉出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幽麦的面片啊 面包啊 都是颜色非常黑 非常深的 就是 你看现在超市里面 以前我们觉得这个醋量可能很便宜 对 但反而这个燕麦的面包 现在身价百倍了 很贵的 很贵的 对 比较贵 主要是因为它的营养比较好 因为它里面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可以帮我们软便啦 从肠道酱血汁等等 有一系列的好处 另外呢 现在发现这里面 还有一种燕麦的雪青素 这种雪青素吃了以后 能镇静安神 安神 对 所以晚上你要喝一碗燕麦粥 还能睡眠睡得比较好 晚上的时候 还想就是说这个食量和控制 对 食量控制 你就喝一点这种燕麦粥又可以了 小南瓜 这个小南瓜 它这个颜色啊 有点像什么 像我们平时吃的彩椒 对 有点像黄椒 黄的椒 我们为什么要放点小南瓜里边呢 一个是它有营养 对 南瓜里面 放里边是其实这个增稠 增浓度用的 增浓度用的 像那个南瓜它本身出来的那些绒绒啊 对 它有果胶比较多 那种胶质呢 能让咱们的汤啊 看起来非常醇厚 其实你看大厨在这边 你是把籽去掉了 但是它蒸的时候皮是保留的 很多朋友就想了 其实南瓜一身是饱 籽都不该蒸 是吧 对 应该可以说南瓜子是很好的 它可以帮小孩 扎虫子 我们蒸的又软又软 把它已经碾成泥 清天压就行 对 而且这个皮也保留 皮也保留 皮也很好 对 南瓜皮呢 含钙质是非常高的 所以可以很好地保留 就是它比较粗老一点 没错 它的这个瓜泥啊 是细很软的 对对对对 南瓜皮但是现在粗老一些 我们做汤可能不用 对做汤的时候为了保持它的口感 可以把它去掉 就是所以可以去掉 南瓜呢是现在糖尿病人比较喜爱的一种食材 因为它含有菇元素 这个菇呢是可以帮助咱们降糖的 参与胰岛素形成 这个大南瓜小南瓜老南瓜和嫩南瓜 在营养上是不是差不多吧 对差不多 里面的营养成分差不多 但是含水量会有所不同 像新鲜的小南瓜呢 它含水量多 你看比较软嫩一些 那么所以相对来讲呢 维生素要丰富一些 那么维C的含量要高一些 水溶性的维生素都要多 那么老南瓜呢 就是含糖量高一些 那么会更面 就是更甜 不同南瓜吃法也不一样 今天我们有小南瓜来做这道汤铁 其实我觉得应该会出来一种羹的感觉 应该是浓羹 是不是有点像西餐的那个蘑菇浓汤 奶油浓汤 就是那种感觉的 奶油南瓜汤 太好了 这个我们都比较喜欢喝 先把南瓜放进去 倒一倒 把南瓜放在里边 倒在这个南瓜融 倒一倒一倒 对 好 所有的这个南瓜融放进去之后 对 你看汤立刻就稠了 对 一倍 南瓜籽我们不要了 嗯 它以免影响口感 这个南瓜籽也可以吃 但是放里边 放到这个汤里边 影响口感 影响口感 你可以晒干之后 做成这种南瓜籽 对 南瓜籽好像还对男性很好 对 是 它可以帮我们滋顺养顺 嗯 好嘞 南瓜换人去了 汤变稠了 接下来看看放什么呢 是放蘑菇 还是放 这是胡萝卜柔 还是南瓜泥 南瓜泥 南瓜泥 金瓜泥 是做好之后的还是生的呢 这个南瓜 就是这个蒸熟的 可是为什么要把南瓜和这个小的这个金棒放在一起来搭配呢 它这个老南瓜 然后呢 它那个颜色呢 更 更 更糊润一些 金红色 金红色的 而且呢 含糖要高一些 所以看起来更厚 这家的是 这个燕麦 蒸好的燕麦 别忘了 这蒸了20分钟左右吧 就能蒸熟它了 好 不是特别多 对 这样燕麦放里边啊 一会儿喝的时候呢 会 尝到这个燕麦啊 会里面那种任意的 喝力感 对 我觉得有 有时候我们喝鸡汤里面会放一点燕麦 然后感觉的那个鸡汤里面呢 有一点点 有嚼到 有嚼到 都还能嚼到东西 大家一想想看 喝完一口汤之后呢 在嘴肿还能留下一些燕麦啊 包括留下一些那个军工 你再嚼一嚼 对 这感觉增加了很多吃饭的那种乐趣 军工也放进去了 白鱼菇是超好吃的 这时候我觉得这个汤 不用什么酒杯啊之类的 这属于一种素食汤 对 需要这样子煮开就可以了 煮开 然后在这个期间呢 我们调整味 好 那么现在我们的傻子喝碗 赶快做好准备吧 细时代发 今天我们这道汤 算是一道创意汤 醋两多 对 菌菇多 还有一些能够帮你排油 排脂肪的一些 可容性膳食纤维比较多 嗯 也还有加醋 加醋 怪不得是酸甜的汤 酸 一定要在体现这酸甜的汤 加醋 加这个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 嗯 做这道汤的时候 我发现大厨不停地忙啊 忙 就是 一会儿添一道这个料 一会儿添那道料 对 这个醋和胡椒粉是必不可承的 必不可承 要做酸辣的 嗯 酸辣风味的 你看 就是说在慢慢调它的时候呢 觉得稠度不够稠 加点水淀粉 嗯 加点淀粉 一勾芡 对 酸辣汤一定要放淀粉 我感觉 它这样 它那个味道喝起来 纯酷 哎 哇 那淀粉一吸取以后啊 这个汤马上就 变成浓汤了 感到这个 浓浓了 很浓 但是也不要放多 放多了以后啊 它这个汤花黏了也不好喝 就不好喝了 这个酸辣粉的意思呢 是把这个 它这个收的 嗯 汁更浓一点 嗯 喝起来特别醇厚 醇厚 嗯 好了 现在就 正式的能上粥了 酸酸辣辣 辣呢 主要是胡椒粉提代辣 而酸呢 主要是这一勺 一勺 两勺的米醋 醋 两勺米醋 能够闻到很重的胡椒味 嗯 好吧 那既然 我以后啊 还得放点这个香菜末 香菜末 小香葱末 香菜 香菜末 香葱不放了吗 香葱就不放了 不放了 放了小酸菜末 好了 那趁着热气汤中的这个气儿 然后呢 借着一点点酸酸辣辣的味道 我们一起享用这道非常美味的 酸辣燕麦白玉菇汤吧 对 来来 来来 来来一尝 尝一尝 来 搅一下 带着这个香菜末 带着香菜 对 香菜末一块 增香 对 嗯 这道汤中好像是有 酸 辣 甜 还有鲜 还有鲜 对 还有鲜味 军屋的鲜 我觉得鲜味很重要 这真的是一道 很复合口味的汤 对 特别特别重的胡椒味 对 这个胡椒味可以根据个人喜欢去一点提加 就是 因为胡椒味不是很感兴趣的话 可以手加点 如果说不愿意喝这个酸辣味 也就不用加醋和胡椒味 这个咸鲜味的 咸甜的 然后除过可以放点这个三花淡奶 体现那个淡奶奶香味 哦 喝一点奶也喝一点 没问题 我觉得这道汤真的是口味复合 对 全都是低热量低脂肪的 而且纤维这么高 非常减肥 我在嘴巴里面能嚼到一颗那个燕麦 对 很有韧性的燕麦 这是惊喜 这道菜绝对时尚 非常非常时尚 适合现代人的生活 我觉得这道菜大家在家里面应该试一试 包括刚才这道辣炒其心 做法简单 也是呢 家里面算是私房菜的结合菜菜 今天王大厨的一番努力没有白费 因为我们喝到了这么好好的汤 吃到那么好吃的大烤之心 再次谢谢您 辛苦了王大厨 谢谢 也谢谢顾老师 细心的讲解 谢谢您 不客气 我是大随 我们下周的健康新时代 大厨烹小菜 不见 不散啰 拜拜